第301章 斩杀金晶狮黄 嗯 沈亿青点下河 健壮 唐元顿时底气大涨 全力抵抗起身上的锁链 金晶狮黄面露残忍 强悍腰躯之上肌肉缓缓蹦紧 一尊腰黄的肉身力量 可以语化神修士调动的天地气息争锋 足以现得有多恐怖 他叙事待发 就在即将出手的瞬间 却是听见身后传来一道沙哑的提醒 别被他骗了 破阵之人跟他没关系 文言 金晶狮黄这才注意到了下方那道鬼鬼祟祟的娇小身影 他在与我争夺阵法的掌控权 衣衫褴褛的老人食指飞速跃动 眼眸中死气沉沉 但从其语气听来 显然是感受到了压力 你不是悬光洞醉匠的阵法师吗 比不过一个青瓜蛋子 金晶狮黄鄙夷的收回目光 树丈高的剑朔身形于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滔天妖气瞬间将整座高山笼罩 阿清奔走的身形凝制原地 并非是因为惶恐或者别的心理因素 单纯就是在云泥之别的境界缅压下 他根本不可能在动弹分喉 喂 徐婉运没有任何犹豫地冲了过去 身上的回灵阵急速运转 剑光如大河奔腾 直直地朝着阿清上方虚无处刺了过去 他竟是预判到了狮黄的动作 在剑光奔涌而至的瞬间 金晶狮黄也是恰好出现在了那个位置 身为一尊极尽混元宗师 又有阵法的加持 此刻全力一见 甚至有伤道寻常化神境修士的一丝可能 可惜狮黄不是普通化神 他仅是邪腻了过去 随意挥爪拍碎了剑光 汹涌大河倒流 尽数轰在了许婉韵的身上 姑姑 阿清哪怕再聪慧 但并未经历过这般场面 一时间正在原地 紧跟着视线便是被一袭黑袍占据 专心点 有劳了 青年的嗓音中似乎带着某种感染力 让阿清京剧的心稍稍缓和 呼吸急促地捡起破阵时 继续与那老人比拼起对阵法的掌控 沈大哥说了 那就一定是莫问题的 下一刻 滚烫的血浆撒在了他身上 阿清顿感窒息 瞪大了眼眸 却丝毫不敢回头去看 只能强迫自己把心思放在手中的破阵石上 而在另一侧 徐婉韵被剑光反噬 却一时间无视了身上的伤痛 连手掌都在发缠 他精具地看向前方 只见金金狮狮黄再次挥掌 粗暴地朝下方拍去 那黑袍被狂风席卷 好似狂风骤雨中的一夜偏周 青年抬起手掌 紧紧抵在了狮黄的手腕上 在妖黄之躯的浩瀚力道轰杂下 沈一半边身躯碎裂而去 显露出星红倒阴 细细烈闻从右脸延展 你是 混元啊 金金狮黄神情间掠过几分荒唐之色 自他手腕处 三寒气息攀附而上 将他整条右臂都附上了一层寒霜 区区一个混元宗师 竟然挡下了自己的一掌 可是本皇还有一只手 他眸光泛起杀意 似乎是对自己刚才被一个低近修士震慑住 而感到不满 就在金金狮黄再次抬掌之时 他却在青年脸上捕捉到了一丝笑容 白镜肌肤雨昕红到因娇相辉映 便让对方唇角淡淡的弧度 多出些许妖意 青年没有像唐元那般表情猙獰 更没有咆哮出声 却莫名让金金 狮黄从他的笑容中感受到浓郁的癫狂 给我死 金金狮黄骤然台币砸去 就在这时 两条璀璨的金色胳膊从他腋下探出 扣住了他的肩膀 磅礴距离带着他道翻回去 狮黄猛了瞬间 完全不知道 这样一尊化神经身 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卫尸魔会悄无声息地贴近了自己身后 与此同时 沈怡终于抬起眼眸 浓稠的血浆被灼热蒸发 在碎木的加持下 雄魂妖气迅速转化为紫金色火焰 畅快 九轮大日迅速浮现 映照天幕 他骤然掠起 早已准备好的离火焚心掌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地拍在了狮妖眉心 哄 离火大日 犹如流星般 接连轰砸了上去 每一枚都落在了同一个位置 哄 金金狮黄 亮腔倒退 破开冰霜 霜掌朝着眉心舞去 几乎同一时间 耀眼金身从他身后窜起 手掌恶狠狠地拍在了他的耳朵上 动 金金狮黄半个头颅 都是被金身拍碎 汹涌的离火将他尽数吞没 尸吼声震耳欲聋 惨绝人寰 吼 沈夷手中出现了一把腰单 静置按入倒音之中 如此粗暴的动作 让那磅礴腰力在倒音横冲乱撞 他神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终于又找回了当初薄命的感觉 他突然发现 其实自己还挺喜欢的 双掌骤然探出 又是九轮离火大日出现在身后 与此同时 金身再次跃起 双掌猛地将尸黄本就破碎的头骨 再次掰开 沈夷斜着离火镜直撞了过去 手掌悍然拍出 将无色大日尽数砸入了尸黄的炉内 吼 他这次的嚎叫略显嘶压 同时 双眸内金光胡乱地朝周围扫去 那金光所过之处 无论山脉还是峭壁 皆是被猛地炸碎开来 金身法相末燃拦在了沈一身前 以身躯挡住金光 清脆地咔嚓声中 金身右臂粉碎 浑身再次被裂纹布满 他却是没有丝毫犹豫 瞬间又朝着狮黄扑杀而去 两手攥住对方的一条后腿 只听吃拉一声 便是凶猛地将其撕扯下来 金金狮黄狼狈地朝着衣衫褂褛的老人逃去 然后被一条漆黑锁链静直 缠住了腰部 重重地砸在山峰之上 只能狂嚎着翻滚残驱 想要甩出炉内的离火 金身紧随其后 却同样有锁链朝着他探去 他顺势止住步伐 默然立于空中 再给我一点时间 阿清抹了把眼泪 嗓音里已经带了些哭腔 很显然 那阵法现在已经不再单独属于某一边 不用急 慢慢来 沈衣的声音一如先前那般平静 但在阿清看不现的地方 无论是徐婉韵还是唐元 甚至于那正在专心争夺阵法控制权的老人 此刻都是神情呆滞 两仗三的精身 其实不算特别害人 混缘境的宗师在牵腰窟内更是算不得什么 但现在 两者皆是身负重伤的模样 却同样擒着令人胆寒的冷酷与残忍 他们凌空而立 居高临下俯瞰着在地上翻滚的津津湿黄 宛如看着一头戴宰羔羊 这是何等的气魄 沈衣身上被孔雀红光覆满 肉身迅速恢复 他再次取出腰单按入体内 补充着几乎被抽干的倒音 这轻描淡写的动作 庞扶身上恐怖的伤势 知识幻觉一般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 唐元抵抗着黑雾侵蚀 下意实验了口唾沫 把最后两个字验了回去 师尊曾说自己看着稳重 实际上就是个冲动的狂徒 但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何谓真正的狂 唐元佩服地摇摇头 随即看向那枯瘦老人 怒斥道 你乃是人族修士 到底是哪个势力的 竟敢为虎作娼 莫非现在还看不清形式魔 还不快快住手 如今胜负已分 但若是继续拖下去 免不得再声势端 毕竟 这里可是千妖窟 我不是什么人族修士 也没有什么势力 衣衫褴褛的老人 继续操控着阵法 说吧 他看向下方的许千 骇人的面孔间 多出积分讥讽 我只不过是被抛弃的死人罢了 尚且还愿一百弄两下阵法 至于替谁布阵 我不在乎 文言 许婉韵拎着长剑 恶然道 你是许家人 老人嘲弄更甚 高攀不起 若是提前千年 他还愿意认下这个姓氏 但在悬崩洞 受尽折磨 却从来没有收到过许家的消息 他早已看开了一切 跟着悬崩洞也行 悬崩洞的人 被妖魔杀了 妖魔要用他 也没石魔不可 枯受老人收回目光 专心手中之事 这是他今年来所遭遇过的最强对手 对方看上去石南魔的年轻 让他心里略感酸楚 时间缓缓流逝 阿清似乎感受到了局面已经稳住 原本颤抖的双掌也逐渐稳定下来 在旁人看来平平无奇的场面 但在两人的眼中 却不满了阵法的脉络 宛如一场对异 而此刻 胜负已分 阿清掌中的破阵石骤然碎裂 化作鸡粉 从指尖洒落 衣衫褛褛的老人眼中涌现绝望 他沉默朝下方看去 随即手掌颤抖着从怀里抽出一本残卷 指尖动了又动 像是在犹豫是否要将其回去 最后却是恨恨地将其甩向了下方 紧跟着整个人都是被黑雾吞没进去 阵法对异之间 同样有反噬的存在 沙那间 精神猛地掠出去 以惊天动地之势 猛然砸碎了那头金金狮黄的头颅 斩杀化神初期金金狮子妖 总授七万年 剩余授元两万三千年 吸收完毕 沈一随手将其尸体收入储物宝具 他的伤势已经进数复原 整个人看上去和动手之前没有任何区别 缓步走至那坐在地上喘气的丫头面前 将刚才顺便接过的残卷递了过去 多谢 阿清呆呆地接过那东西 没有立刻翻看 而是将其放进了怀里 看得出来 刚才的一幕对他震撼极大 身为一个影视家族中的年轻晚辈 这样的体验是他从未经历过的 阿清摸了摸泊梗上的血浆 看向仍旧是黑袍轻浮的青年 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对方的血 我有点害怕 他老实道 那还继续跟着我吗 沈一瞥了他一眼 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毕竟就连自己都没有在报丹镜十面对过一尊妖黄 啊 要跟着 许切儿懵懵懂懂的还没回过神来 下意识地点点头 那就先把他们放了吧 沈一看着仍旧被黑雾蚕食的鸡人 淡淡提醒了一句 哦 阿清赶忙从地上站起来 快速掐动法掘 完全没注意到 此刻他一个抱丹镜 正掌握着某位化神修士的性命 可害害 几个混元宗师终于挣脱了束缚 唐元也是狼狈的跪倒在地 用力掐住喉咙 好半天才喷出一堂黑灰 看上去像是一个被水浇灭的火堆 多谢道友相助 唐元喘了两口气 这才朝着下方拱手 却见那金身法相根本懒得理他 静值消失在天际 唯有沈一还算客气地点了下头 当然 这只是他自认为的客气 按理来说 会员宗师对话神经表现出这般态度 已经算是大不敬的行为 但念及先前沈一的狠人模样 唐元倒是莫名其妙 想起了师尊的师兄 像这样性格的修士 应该就这样做事的 还未问过道友尊惠 他先是帮助几个大前宗师区出了黑雾 这才朝山下掠来 沈 沈一并没有和梧桐山深交的意思 那是一个自己暂时完全无力反抗的庞然大物 对方虽然不是梧桐山弟子 但也算有些关系 唐元 师承清风真人 唐元此刻才心有余悸的摇摇头 我服下了三枚师尊赐下的宝药 现在有些历解 幸亏有沈道友相助 不然还未必能拿下这妖魔 救命之恩 日后一定偿还 对了 这鸡位乃是大前的宗师 他伸手介绍道 还不谢过沈道友 否则你们大前的混员可就一次性全栽在千妖窟了 沈前辈大恩大德 我等永不敢忘 侯万海带头走下山来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来我大前做客 我等定然禀告武庙 以最高礼节相待 再说吧 沈一点点头 朝着山峰看去 就在阿清掌控了阵法之后 那原本的缺口也消失不见了 第302章 重塑白羽妖黄 沈道友 此地不可久留 你看 唐元警惕地朝四周看去 话音之间带出些许商量的味道 他是真把这青年当作同等境界的存在看待 毕竟从先前的斗法中就可以看出 那尊突兀出现的精深法相 并非是单纯的在保护沈怡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明显是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友 而非长辈和晚辈的关系 你们找到的那洞府进不去了吗 沈怡侧谋看去 原本有个缺口 应该是被刚才那许家人给修好了 唐元咬咬牙 随即无奈叹息 也不知道千妖窟抓走了鸡尾阵法师 要知有这一位还好 如果还有别的 那可就糟了 这里是千妖窟的地盘 对于那些正常开启的洞府 他们掌握的消息绝对比人族修士更加全面 如果借助阵法师的手 把其他的缺口也全部不好 那接下来仙门和大前就只能跟妖魔正面争夺了 压力数倍提升 几个大前宗师对视眼 皆是看现了对方眼中的绝望 下一刻 便是听见唐元略带歉一道 以我现在的状态 已经无力带着你们去寻找碎果 不过 我会跟师尊如实禀报此行遭遇 尽量替大前再争取些许时间 多谢唐前辈体谅 虽然毕恭毕敬的行了礼 但继位宗师的脸色却并未有所好转 碎果所缺的分数是固定的 不会因为任何情况而改变 替大前做事的仅剩下他们鸡人 即使在拖延一段时日 也没有什么意义 反而因为千妖窟又陨落了一尊妖黄 下次再进来时 恐怕比今日要凶险无数倍 我知你们的苦衷 但是今日实在是没办法 即便我还是全胜状态 也没有动腹可叹啊 总不至于要我带着你们去那群妖黄的老窟里 唐元耐着性子劝诫了一句 随即挥手 走吧 就在这时 沈怡却是突然出声道 妖黄洞府 沈道友有所不知 唐元指著步伐解释道 碎木之存在于洞府之中 但也有少量洞府的阵法彻底崩坏 显露世间 但这些洞府都被最强悍的那群妖魔所占据 哪怕是其中排名最靠后的一位 他所处之地 也是第二世窟 我世尊清风真人修为超凡脱俗 只差半步就能踏足化神后期 但就算是他老人家亲自动手 也不敢说有吻胜的把握 闻言 沈怡想起了在八方十楼看现的那位面容稚嫩的少年修士 初见之时 对方身上所散发的气势 便让人感觉浩瀚磅礴 原来境界阵魔高 知道了 沈一点点头 劳烦真人一件事 直说便是 必定尽力而为 唐元略微一正 赶忙回到 只不过心里还是有些揣测 这位沈道友该不会是想约自己一起去探访腰皇洞府吧 若对方睁开了这个口 以唐元的性格 再加上有救命之恩 倒也说不出拒绝的话语 就是会感觉有些头疼 没想到 沈怡之事随意朝旁边瞥了一眼 麻烦把我把他带出去 啊 徐婉运见沈怡朝自己看来 顿时有些无措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还不愿走 这算什么大事 唐元松了口气 点头应下 随即还是低声提醒道 并非我吓唬道友 如今 牵腰哭的情况有变 还是趁早离开为好 说吧 他拱手道别 展露出气息 朝空中掠起 徐婉运眼看两人 直接就帮自己做好了决定 张开嘴 也是想要再争辩什么 但随即 又失落地埋下头 或许是沈怡太过温和 导致他忘记了对方 到底有多强悍的手段 说得难听些 他要是真想害阿清 就算自己拼上性命 也阻止不了什么 更何况对方 还用一头妖黄的性命 证明了他有护住阿清的实力 方才的那一幕 早已彻底将他震慑住 我在外面等你 徐婉运朝侄女看去 要小心些 说住 他将腰间的储物带递了过去 嗯 姑姑放心 阿清伸手接过 随即走到了沈怡身后 他似乎还在想刚才那位老人 以至于情绪有些不对劲 你们也回去 沈怡朝住那几位大前宗师看去 啊 侯万海愣了一下 总感觉对方的语气听着不太对劲 不像是前辈在跟普通修士讲话 没有高高在上的态度 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我等遵命 他们不敢多言 竟只老老实实地祭出道英 跟随唐元一起朝外面掠取 带到原地之剩下两人 沈怡拎起阿清消失在原地 同时再次祭出阵盘 将气息彻底遮掩 沈大哥 我们要去哪里 阿清暂时振作了精神 你在这里待一会儿 沈怡确定已经离开了足够远的距离 这才将阿清放到了密林中 随即立于一颗巨木之上 朝远处眺望 看似在观察四周 实则已经打开了面板 在牵妖窟内 它可是有向导的存在 青花见识浅薄 但白羽妖黄和金金诗黄 总该知道点消息 先前之事碍于妖魔兽园不够 担心错过提升的机会 现在手里倒是宽缩了许多 直接消耗一万年妖魔兽园 兑换出一枚本园 剩余妖魔兽园 两万五千六百年 沈依晨赢了一下 还是选择先重塑白羽妖黄的神魂 毕竟对方曾说过化血妖黄是她的兄长 或许知道的东西要比金金诗黄多些 随着妖魔本源投入进去 时间迅速流逝 一道飘散的白鹤虚影 缓缓成形 历经万年节 消解心中愿 感悟其主吴上恩 方得众肃前试魂 妖黄 惨 白羽天鹤 相较于青花夫人 白羽的妖魂不仅有重溃散的征兆 神情也略显呆滞 沈依疑惑了一瞬 便是想明白了其中缘由 一万年妖魔兽园 看似很长 但那是对人族而言 就像白羽妖黄 本身就活了差不多四万年 一枚妖魔本源 对她来说 有些太少了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之是喊出来问路的 以后要用她提升精神的时候再补其旧事 第303章 探大妖洞府 你记忆中品质最佳的灵根在哪里 最好是被愚拙的那种 沈依用神魂与其沟通 就像先前大前继位宗师和唐元所说的那样 接下来的千妖窟之会越来越危险 不如趁现在一次性找起自己想要的宝物 白羽妖黄沉思许久 终于开口道 白羽 参见 我主 这反射胡有点骂啊 沈依安静地又等了一会儿 才听白贺继续道 绝品煞气灵根 在十六窟 优伟妖黄用他们来酝养神枪 再多的消息 白羽也不清楚了 优伟妖黄生性孤僻 独居一处 很少与别的妖魔来往 闻言 沈依敏锐捕捉到了其中的关键点 他们 也就是说还不止一枚灵根 但是第十六窟 到底是何等实力 他朝白羽看去 却见这只老鹤 分明还是满脸呆滞的模样 眼中却本能般地露出几分恐惧 千年前 曾与聂军一战 知书伴仇 也曾在大前风头正盛之时 联手另外一位妖皇 斩杀三尊六丈金身 短短两句话 便是让沈依对其强悍实力 有了些许概念 绝非是现在的自己 能抵抗的存在 若是真碰见了 可能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会被直接斩杀 沈依陷入沉默 许久后才在心中问道 若我想要那灵根 有什么办法 基成机会 白羽妖黄不假思索道 武成 怎么说 沈依略敢诧异地抬谋 居然有这魔高 若她在洞府 自然无计可施 但白羽听闻 她原身乃是一头优伟恶骄 喜欢前缘下水 经常会离开洞府 知识其凶名太盛 一直无人尝试过 白羽愿为我主探路 白鹤恭敬地垂下头颅 身为妖魂 做些探查的事情 简直再方便不过 沈依闭上眼眸 认真沉思起来 她有些庆幸 至少到现在为止 自己还未暴露过身份 若是这样一尊妖黄盯上了大钱 对于九州而言 那就是实打实的灭顶之灾 带路 沈依睁开双眸 并未被宝物冲昏头脑 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想要躋身顶尖高手的行列 绝品灵根 是必不可缺的东西 有白羽的存在 已经将风险降到了最低 完全可以一试 再拖下去 随着认识自己的人越来越多 反而会愈发的麻烦 只不过尝试归尝试 该做的准备也不能少 沈依跃下巨目 来到阿清身旁 取出鹅卵石 我打算去探妖黄洞府 你有什么脸习手段都使出来 在外面等我 若我遇到有关阵法的问题 会以此物互传消息 这样虽麻烦了一点 却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他没信心在那种地方护住阿清 却又离不开对方的阵法手段 没关系 我可以一起进去 阿清抠了抠后脑勺 其实对我来说 妖黄和妖王都没时磨区别 在牵妖窟内 他碰上什么都只有一个死字 好像也是 沈依略危一症 随即收起了鹅卵石 以身上的黑袍将阿清罩了进去 在全力催动脸膝阵盘 两人的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千山万库 换作不熟悉的人 早就迷失了方向 索性 有白鹤在前方指引 将沈仪带到了一处群山围绕之处 我主可在此等候白雨的消息 白鹤挥了挥翅膀 朝里面掠去 阿清看不见妖魂 更不知道周边是什么情况 看见沈大哥忽然停下来 便乖巧地躲在黑袍内 他能感觉到青年展露出了罕见的紧绷状态 不但屏息凝神 整个身躯也是叙事待发 不知过了多久 那张俊秀脸庞上眼角微微跳动了一下 禀告我主 没有寻到幽伟妖皇的踪迹 他应该不再动服 听住白雨的传信 沈仪没有动作 继续潜伏在原地 再探 时间缓缓流逝 直到白鹤吧 应该 便成了 肯定 之后 更是直接到 白雨寻现了灵根 果然是两枚 还有他的神枪也在此地 沙那间 沈仪身形暴逝而出 不敢有丝毫停滞 静止飞入群山之内 阿清听着耳畔风声呼啸 还未来得及有所反应 忽然感觉浑身如遭雷迹 整个身躯都是略微抽搐起来 下一刻 眼前所见之物让其末的瞪大了双眸 只见一潭深池之中 有树丈长的龙鱼 浑身晶莹剔透 宛如水流汇聚而成 深池上方 同样硕大的白鹰展翅 身躯由雷江所化 两者之间 乃是一柄漆黑的长枪 枪间贯穿了雷鹰的腹部 枪尾刺入龙鱼的头颅 两头生灵像是习惯了一般病未挣扎 任由水流和雷江覆满枪身 一遍又一遍地冲刷过去 他们双眸心红 似在这无尽折磨之下 运生了浓郁的怨念 任何靠近之人 都被那席卷而来的煞气所影响 修为最低的阿清 甚至已经到了连说话都不利索的程度 灵根画形 沈大哥 绝品 两个都是 呼 沈一长输一口气 被迫之下 值得祭出道英抵抗 顺便把阿清扔出一段距离 我主 白羽没想到会是这样 有些麻烦了 白羽妖黄无奈地看着两枚灵根 很明显 想动这玩意儿 就不可避免地要碰那柄漆黑长枪 此乃幽伟枪 听闻是他尾骨尖刺所画的法宝 这就是幽伟妖黄身躯的一部分 动了它 就跟动了妖黄没什么区别 单纯窃了灵根 或许还能走 但是碰了这柄枪 就会沾染上幽伟妖黄的气息 还能往哪里逃 若是取了此枪 那就等于拿着它的尾巴到处跑 这老妖黄不发疯才怪了 沈大哥 我来布阵 阿清在地上翻滚鸡圈 亮亮呛呛爬起来 取出姑姑给他的储物宝具 里面装着许婉运出门时 家里给的所有护身之物 其中步伐珍惜阵盘 他毫不心疼地将其一个接一个地取出 然后又从自己的储物袋内 拿出许多布阵之物 包括白鬼定神大阵在内 将其全部串联起来 看着阿清忙碌的背影 沈一双掌猛然攥紧 重新看向了面前的深潭 来都来了 拿一件也是拿 取两件也是取 干脆一起收了 第304章 切中宝 钱无生机 牵腰裤 瀑布如白练 呼啸飞现 沙那间 水流咒指 外刃峭壁离地而起 地动山摇 以山峰未认 仿若一柄遮天蔽日的力气 轰然朝着下方砸去 啊 一条魂身犯着幽光的蛟龙猛然甩尾 抽在那峭壁之上 磅礴力道倾泻而出 将庞大山体抽得粉碎 碎石胡乱砸在他的腰躯之上 发出沉闷声响 却伤不了他半分 待到尘埃落定 幽娇昂首朝天际看去 一双眼眸鹰狠毒辣 你们又在发什么神经 在他目光注视之处 有身影灵空盘膝而坐 八尺身高 在修饰中算得上极未见状 但无论在刚才被毁去的山壁 还是那条数百丈的幽娇面前 他都显得极其渺小 发须如刚踪 略微泛白 面如刀削 棱角分明的中年人模样 男人左手掐着法印 很明显 方才那耸人听闻的遗山之术 正是出自他的手柄 他面无表情地朝下方看去 我在山上休养许久 有些乏了 出来逗你玩玩 不行魔 文言 幽娇探出双爪 你就确定 你能活着出去 听这口气 不知道的 还一位梧桐山老祖来了 于朝安 在那群师兄弟内 排名倒数的东西 也敢如此猖狂 来的又不止我一个 虞朝安挑眉 但弹道 你随便请援 我看看有谁搭理你 幽娇朝着周围扫了一圈 以他们这般境界间的交手 按理来说 早该有别的妖皇注意到了 见状 虞朝安终于笑了 尾巴骨末戴在身上吧 平日里没什么好友吧 喜欢自己在外面泡澡 那就对了 道爷 今天揍的就是你 无耻小辈 幽娇愤怒甩尾 在那交尾处 有个空洞 显然是缺了一截什么 梧桐山这群贱货 今日到底为何而来 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 虞朝安终于站起了身子 一袭道袍 微微摇曳 今日不为别的 就是提醒下你们 这千年时间 我们可没有泡澡的闲暇 他竖起时只晃了晃 时到变了 妖皇 话音落下 周围群山 疏然震战起来 密密麻麻的山石 尽数腾空 汇聚成一只庞大的石掌 在其面前 数百丈长的蛟龙 宛如一条泥丘 速速落石中 那只手掌 猛地朝妖皇钻去 啊 优伟妖皇毫不犹豫地 朝石掌的指缝尖窜逃 游记得许多年前 杏瑜的枝 不过是躲在聂军身后 瑟瑟发抖的小背 现如今竟然敢大摇大摆地 对着自己动手 他剑术的身躯 被手掌一把钻紧 蛟龙探出尖舌 发出尖锐咆哮 身躯风狂扭动 江山石尽数震碎 石头巨掌被倒得支离破碎 蛟龙好不容易冲了出来 却见余下的部分 便做了一只更小的手掌 猛地抽在了他的脸上 幽伟妖黄被巨力抽飞出去 这点手段还伤不到他 但侮辱意味极大 他用力甩了甩头颅 阴毒的双眼中 怒火生腾 嗓音森寒道 你等着 说吧 他骤然化作人形 朝着某处掠去 我就不等 于朝安踏步而出 身形尽直消失在原地 他当然知道 这老妖要去做什么 对方将天地赐予他最精华的部位 炼化成了无上神枪 又用无尽岁月 消耗天才的宝去酝氧 浑身实力的一半都在那柄枪上 虽然师门交代的事情 是涅师兄这次玩过火了 让他们出手告诫一下群妖 让他们知道 梧桐山现在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绝不是曾经可以任意欺凌的存在 叫这群妖魔 老老实实待在牵妖窟内 尽量别出来造刺 但如果能趁机重伤一头妖黄 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一座座小山头被于朝安接连施法搬起 呼啸卓轰杂在幽伟妖黄的身上 好不痛快 当然 他也时刻掐算着距离 准备随时撤走 这头老妖看来是怒到了极点 非要去取奈柄长枪来斩杀自己 竟然连半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 就在于朝安出手越来越狠的沙纳 一直埋头奔逃的幽伟妖黄忽然顿住 玄于天际 随即爆发出一道嘶吼 梧桐山小贼 感动本皇的幽伟枪 又是与先前相同的山石巨掌朝他钻来 这次幽伟妖黄却是不避不让 骤然一掌拍出 手臂画作壮硕的蛟龙爪 横于天际 漆黑鳞片 有如玄铁 爪子更是风锐如神兵 他势如破竹地砸碎了石掌 然后一把朝于朝安卧去 四根利爪仿若囚龙般将那男人笼罩 咔嚓咔嚓 尼是会去成高大的历史 用双臂撑着蛟龙爪子 却连一个呼吸都莫称到 便是被静止捏碎 所幸于朝安已经借着这机会略出了百丈 略有余悸地喘了两口气 强称笑道 哟 急了 这小泥秋 果然有点本事 即便自己修为有了巨大进展 却也不是他的对手 我吉尼老娘 幽伟妖黄怒斥一声 懒得再搭理他 迅速朝着洞府飞去 自己的尾巴都快被人拔出来了 居然现在才有改变 到底是谁在耍手段掩盖气息 想走 于朝安稍稍调整了一下气息 又追了上去 他也是看出了有些不对劲 不过正好 本就是来给老妖物添乱子的 对方越烦他就越兴奋 双掌一拍 储物宝具中便是窜出两道红杖 鲜红匹链迎风暴涨 竟直将那妖黄给卷了进去 道爷还没玩够呢 给本黄滚开 幽伟妖黄暴怒正扎 支得朝着群山之间发出一道长啸 支剑狂风肆虐 山风接阵 忽然有灵光乍现 却是树道防御阵法 齐齐开启 随即在那蛟龙笑声中迅速崩碎 刚刚搜集完碎果的阿青扑 赤喷出一口血浆 整个身形道翻出去 而鼻尖皆是有星红溢出 沈一心头一闷 强行稳住动摇的神魂 顺手攥住阿青 但眸光却仍旧盯着前方的身弹 他右手用力掐住那条龙鱼 直到他化作一枚流动的果实 落入掌中 而在对面 精神法相一手握紧长枪 另一只残破手臂死死扯住白鹰 璀璨的精神被雷浆覆满 让其每动一下都艰难万分 直到白鹰化作一颗棱角分明的宝玉 走 沈一将阿青往精神上面一扔 也顾不得掩盖什么气息 星红倒阴散发出滔天妖气 整个人头也不回地朝外面冲去 方才那声长笑 再加上身后传来的气息 让他感受到了真正意味上的危险 死到连孔雀红光都就不回来的那种 给本皇留下 幽伟妖黄在红杖中宛如无头苍蝇般的乱状 感受着幽伟枪的气息离自己越来越远 他扯住红布 在于朝安惊恶的眼神中 竟是直接将这赤练法宝从中间撕裂 吃啦 于朝安有些心疼自己的赤练 这群妖魔到底吃什么长大的 以肉身硬撕法宝 简直荒唐 什么东西 真把优伟枪给倒走了 想吧 他赶忙避开些距离 向远处那璀璨精神看去 又注意到精神旁边还有个黑袍青年 则 这可跟梧桐山没石魔关系 敢碰那玩意儿 这老妖妖是真要不死不休的 等等 于朝安脸上突然多出一抹古怪 现在老妖妖的神枪没了 又慌慌张张地想要去追 那岂不是代表 自己想打便打 想走便走 蓝布城今日真有斩杀第十六窟妖黄的机会 小泥秋 在宇道也过两招 他长笑一声 右掌连连掐动法绝 只见群山竟是迅速地合拢在一起 形成一道广阔的屏障 幽伟妖黄刚刚脱困 便被山脉围住 无论他从哪个方向突破 那边的山峰都会疏然拔高 将其强行砸回来 他急得在空中乱窜 而身后 已有巨大的石峰轰来 支的尖叫道 以本皇之令 拦住他们 格杀勿论 浩荡的龙啸迅速朝整个千妖窟席卷而去 幽伟妖黄随即争宁回眸 一掌轰碎石峰 他哪里不知道 这巫铜山小辈在寻思什么 此刻反倒暗纳住了火气 嗓音嘶哑道 喜欢玩是吧 本皇陪你 空中的龙啸声如红中大驴 回荡不绝 白羽妖黄本就虚无地妖魂 此刻更是濒临溃散 沈一面无表情地 朝前方掠去 今生将那柄长枪和雷玉扔给他 随即缓住了身形 做出拦截之事 带着他一起走 沈一并未回头 知事在心中下令 可我主的安危更重要 青花看了眼手里的姑娘 却只能回身跟着沈一一起朝前方掠去 身为魂奴 他并没有违抗对方命令的能力 我需要他 沈一感受着掌尖枪身冰凉的触感 他并不蠢 知道拿了这东西的后果是什么 但即使不拿这枪 光是先前处碰了一下 便已经留下了优伪妖黄的气息 总不可能把那两枚灵根一起扔了 化解仇怨 那还进来干吗 想要躲避妖黄的追捕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说还剩下什么变数 那就唯有许家了 那可是连控制了阵法师的悬光洞都找不出来的藏身之处 何况一头妖魔 青花默然看向掌中的丫头 只见对方被蛟龙笑声 近乎震碎了腹脏 如此重的伤势 是必要被送回到家中 而主人还提前送走了另一个许家的女人 在保证许婉孕安全的情况下 她身为姑姑 就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侄女出事 原来进许家也莫难莫难 主人早在决定继续探千妖窟之前 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 念及此处 青花轻柔地将阿清护住 去前方探路 沈怡又朝着白羽看去 有不可立敌者 及时通知我 刚才优伟妖黄的命令 近乎传遍四面八方 她不确定对方能不能换出其他妖魔 但提前做好准备总没错 白羽遵命 白羽妖黄镜直朝前方掠去 替沈怡指引方向 就在这时 旁边忽然窜出两道身影 妖魔没有废话 甚至连看都默看金身一眼 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 那就是混元镜的沈怡 以及她手中的长枪 金身法相反应及其迅速地 一记鞭腿杂趣 其中那头花豹面露惊悚 全然是没想到 金身的速度会这磨快 一时不慎被抽在小腹 支来得及发出一声哀嚎 便支离破碎地被轰飞出去 眼见对方并未断气 金身侧眸看去 能抗住她一击的 至少也是头疾近妖王 她没有停留 伸手放出了臂上的金龙 金龙张牙舞爪地扑了出去 在金身的掌尖 由于剧烈晃动 阿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透过金灿灿的指缝 血淋淋的模糊视线中 是远处俊秀青年 犯着寒意的侧脸 只见那头脑袋 四驼四路的妖魔 猛地用长脚 朝着沈怡顶去 与此同时 她双掌 已经准备好了夺枪 沈怡甚至没有多看她一眼 眸中红雾化作紫金之色 烈焰汹涌离体 在手臂肩盘旋翻滚 随即五指重重地碾压下去 坚硬的鸡脚 在其指尖 犹如豆腐 被干脆利落地压断 被一起碾碎的 还有着妖魔硕大的头颅 只见白皙指尖 静止灌入其中 紫金火焰 在其炉内闸开 血浆迸发地刹那 沈怡已经收好了尸体 身形出现在数十丈外的地方 沈大哥 我 阿清感受着浑身欲裂的痛楚 小脸极力掩饰着惶恐 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 沈一侧眸看去 平静道 睡一会儿 很快就好 自穿越过来开始 他一直觉得 任何事情都有更好方式去降低风险 直到现在 他发现了不是什么事情 都有时间去思考 去做准备 很少存在绝对安全的情况 若不是刚才突然冒出来的强大修饰 自己现在可能已经是一具失手了 运气同样很重要 而自己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全力去抓住这来之不易的运气 禀告我主 前方有大妖 就在这时 白羽妖皇忽然通过心神传回消息 如何避让 沈怡深吸一口气 白羽妖皇沉默了一瞬 无法避让 他就在迎客大殿 第38窟 清零鬼面婴 闻言 沈怡缓缓闭上了眼 四十窟是分谁领 在旗上面呢 乃是真正的化神中妻 再换句话来说 那是和武妙老祖同样境界的妖皇 第305章 那就杀出一条生路 我主小心 沈怡脑海中爆发出白羽尖锐的声音 几乎同一时间 他便感觉到了自己被一道浩瀚气息锁住 沈怡身形暴动 无论如何辗转挪移 始终无法逃离那妖皇的掌控 他强行稳住心神 干脆不再避让 静止朝着迎客大殿去 拦他一手 青花遵命 瞬间和青花沟通完毕 沈怡化作流光撞向了那高耸的牌楼 金身法向护其身后 却发现倒塌的迎客大殿之间 模样怪异的男人悠然坐在上面 面如恶鬼 神披轻语 他大口吞吃着血肉 甚至还朝着金身笑了笑 你们随便逃 不必跟本皇客解 看着金身同样消失在牌楼下面 男人不急不缓地舔干净掌尖的血浆 这才站起身子 稍微舒展了一下双臂 眨眼睛 原地便是空空荡荡 再无他的身形 牌楼之外 沈怡掠过长空 脚下山水以肉眼难见的速度被甩在身后 金身警惕地守住后方 就在这时 清华忽然发现主人停下了动作 再朝另一边看去 只见刚才那男人安静悬于前方 身上青色淋雨 熠熠生辉 宛如一件滑贵宝衣垂下 他笑盈盈地伸手指了指侧面 要不要再试试 从这边逃 沈怡沉默瞬间 在抬眸时 体内吞天妖鹰之中 真阳麒麟时宛如烈日般炽热 紫金色的火浪滚滚出 庞浮云彩般绚烂 铺开于天界 呼 清零鬼面鹰拍了拍手 这是不打算逃了 打算跟本皇拼命呀 说吧 他收起笑容 那 来吧 震妖城 近乎所有修士 都是抬头朝天际看去 紫金色的晚霞 映入眼帘 与这罕见的一幕相比 那冲销的妖气 才是吸引他们注意的主要原因 紫燕真人又出手了 九四二楼 有修士猛地拍了拍大腿 朝着周围同伴叫道 还记得我说的正家吗 就是这一幕 同伴火急火燎起身 还在这儿 说什么震人 你感受不出来 那妖气有多可不吗 千妖窟 有堪比化神中期的妖黄出来了 有人愣愣道 此言宛如一旦激起千层了 近乎所有人都是朝妖间拍去 一时间各种祥云飞梭 层出不穷 紫燕真人 我怎么没听过 唐元一边调息 一边脸色凝重地 朝天际看去 他倒是知道 梧桐山有好几位真人 都在千妖窟 却没有哪一位 能和眼前这一幕对上 听旁人说 就是灭了正家的那位 几个大前宗师轻声道 话音未落 侯万海便是看见了旁边满脸京剧的徐婉 不禁疑惑道 您这是 唐元震了一下 忽然想起什么 该不会是沈道友吧 他记得 对方也是玩火的 徐婉玉没有多言 整个人已经冲出九四 静止朝那异象所在的方向飞去 坏了 唐元和圣渝鸡人面面相去 本以为是千妖窟出了什么意外 莫承想 还跟自己等人有关 去看看 唐元站起身子 他还记得 先前说救命之恩 日后一定偿还 瞧这架势 怕是莫等有机会偿还 救命恩人先莫了 几个大前宗师没有答话 知识默默起身 随即树道身影 同时腾空而起 朝着徐婉运追去 皆是修为雄魂之辈 这点距离转瞬极致 当唐元看见眼前的一幕时 顿赶脸皮发麻 吃见浑身清零的男人 一手贯穿了金龙的驳梗 然后 他也被金身狠狠地砸向地面 与此同时 身形其常的青年悬于空中 黑袍尽碎 赤柱上身 鲜红的纹路与紫金火焰交相辉映 宛如血人一般 他携着九轮礼火大日 化作流光 朝地上坠去 哈哈 清零鬼面 应发出刺耳的笑 稳稳地攥住了沈宜的肩膀 任由离火 尽数轰在自己身上 盈盈轻语 被迅速啄掉 他的皮肤 也是开始融化 那张脸旁欲发像是鬼脸一般 争鸣可怖 本皇想试试 能不能活死了你 他双掌骤然发力 就在这时 却被金身法相一拳 重重地轰入地面 沈宜趁机抽身出 整个肩膀 都是在刚才那一卧之下碎裂 他呼吸急促 从储物宝具中 取出了白羽妖黄的内单 然后毫不犹豫地送入口中 精状身躯之上 肌肉分明 星红妖器与紫金色火焰 从肌肤裂缝中溢散 庞扶要将其直接撑碎 相较之下 清零妖黄 不紧不慢地起身 顺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然后一把将金龙碾碎 你们这些金身修士 就是凡人 斗齐法来 本皇受得是实打实的伤 你就拿些香火院里来糊弄人 不恶心 则 是他 唐元头疼地拽了拽头发 这位妖黄 或许在化身中期里面 不算最降的 但那惊人的速度 却让其注定是最难缠的一个 怪不得沈道友不逃 这哪里逃得掉啊 他手掌拂过除袋 又是三枚赤红莲子入手 一边咀嚼一边高声道 沈道友 这次可算是两清了 话音间 远比先前紫金色火焰 更为雄厚的火浪席卷开来 姓唐的 你师尊在吗 清零妖黄仍旧擒着笑意 丝毫不在乎 另一尊化神经的出现 我说在 你姓吗 唐元扎扎嘴 缓缓踏出一步 形成了三角之势 嗯 清零妖黄 勋寻一圈 目光从三人身上 依次扫过 最后落在了沈怡身上 好像就是岔在你身上了 不然本皇今日 还真有些危险 话音落下 他疏然出现在唐元面前 显然 在这妖黄眼中 这位清风真人的门徒 乃是威胁最大的存在 唐元面色发苦 还未反应过来 双臂已经被对方攥住 和妖黄比拼肉身力量 简直是再蠢不过的事情 他干脆地放弃了反抗 看着那张静在咫尺的鬼面 眼中涌现恶寒 随即张口喷出一道火龙 汹涌倾泻在妖黄的身上 你在 给我 取暖吗 清零妖黄咧开嘴 露出森白尖牙 他浑身的羽衣画作 焦黑一片 气势却丝毫没有变弱的意思 只听吃拉一声 唐元半只手臂 已经被其暴力地撕扯下来 精神哪怕已经全力奔袭 也是慢了一步 他轰然一拳 朝清零妖黄砸去 却见对方疏然回眸 眼中凶煞无比 同样一拳轰出 精神法相整条 手臂怦然炸开 你这重恶心人的东西 本皇打算留到最后来收拾 清零妖黄狂笑着收回手臂 然后笑声戛然而止 只见一柄漆黑长枪轻而易举地 从身后洞穿了他的心口 幽暗的枪身被妖血润湿 浓郁的雷浆涌入他的身躯 他一点点扭回头 脸上终于变得无比默然 什么东西 你都敢用啊 沈一手直肠枪 整条手臂都被黑铃覆盖 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他的脖梗 配合着他眸中汹涌的紫金火焰 整个人宛如妖魔般的猙獰 唯有平静的嗓音证明 料他理智尚存 这不是挺好用的吗 你说呢 沈一唇角掀起宁翼 悍然将枪身朝上方挑去 但剑妖血喷涌 枪尖一路破开妖黄的皮肉 轰碎了他的下颌 清零妖黄号尽全身之力 终于从雷浆中震脱出来 双掌狠狠地攥住枪尖 鼓 唐元看着那泛着寒光的枪头 距离自己的眉心不超过一寸距离 不由地咽了口唾沫 大哥 悠着点啊 第306章 境界碾压 清零妖黄手握枪头 一点一点地往下压去 这是幽为老蛟龙的法宝 又一直用天地灵根去酝养 借助温润水流的冲刷 赋予其神雷之力 他的双掌被炸碎 紧剩的趾骨也被灼成焦黑色 但终究是堪比化神中期修饰的妖黄 喉 在他暴力的咆哮声中 那柄幽尾枪中鱼被按了下去 保住了他的大半颗脑袋 金身已经失去了双臂 纵身一跃 从高处狠狠踏在了他的身上 巨大的脚掌轰然落下 让清零妖黄整个身躯都勾搂下去 他缓慢地抬头 目光冷冽地盯着上方的金身法相 你找死 话音未落 唐元已经再次掐动法诀 他乃是清风真人的弟子 学的是梧桐山针法 是真正意义上的天骄 炽热的火焰凝结成锁链 从天目垂下 迅速附住清零妖黄的四肢 想撕了我 唐某今日先撕了你这头捏处 伴随着他一声怒吼 四条锁链瞬间蹦紧 将清零妖黄扯成了 大 自行 唐元伸手一挥 掌中多出一柄灵光游动的宝剑 他攥紧剑柄 朝着清零妖黄的面部狠狠刺去 就在那锋刃即将触及鬼面的沙纳 清零妖黄脸上忽然涌现红润 就连眼角都是溢出血痕 他身上乱糟糟的雨衣 疏然绽放清光 在转瞬间 重新变作崭新模样 每一枚灵雨都如利刃般锋利 然后尽数暴尸而出 先是击碎了唐元手中的冰刃 然后密密麻麻的 灵雨竟直将其身躯贯穿 噗 噗 噗 唐元身上顿时多出数不清的血洞 血浆被滚烫热浪蒸发 化作屡屡白雾 他亮腔柱跪倒在地 六道红光从血洞中溢出 重新化作了莲子模样散落在地 然后变得暗淡起来 金身法相的下场病没有比他好多少 同样是被淋雨击碎 碎裂的金身一片片剥落 化作无形的香火远离散去 整个身躯塌陷大半 就连维持战力都勉强万分 当境界差距间的沟壑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已经很难再用什么宝物去弥补 整个天地间 仍旧维持原样的 便知剩下两道身影 沈夷手持长枪 右臂黑灵中有幽光绽放 将所有的淋雨都拦在了外面 他能无视这骇人手段的原因也很简单 境界碾压 只不过碾压清灵妖黄的 并非沈夷本身 而是那柄长枪 它是活物 是优伟妖黄的一部分 而此刻 沈夷成了这尾骨的一部分 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 清灵妖黄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再撼动那长枪分喉 哪怕他耗了本源精血 拼尽了所有的力气 他骇然往身后看去 只见青年俊秀脸庞的下颌 尽数被黑灵覆盖 那双红雾生腾的眼眸显得无比暴力 自己哪里是在对付一尊混元宗师 分明是在跟十六爷斗法 沈 倒有 唐元金句地抬起头 同样感受到了那浩瀚无比的妖力 实在不知道 对方现在到底还算不算修饰 沈夷再次有了动作 骤然抽出长枪 是大力尘的横扫过去 枪如蛟龙 啪的一声击碎了清灵妖黄的半边身躯 噗 清灵妖黄宛如一只凸毛鸡般被砸飞出去 漂亮的染血淋雨散落漫天 他还未落地 便看现那青年悍然从空中跃下 风锐枪肩扑斥一声贯穿了他的左肩 哎呀 清灵妖黄惨嚎一声 没有半分犹豫 伸手直接将整个肩膀连带着左臂撕裂 然后右臂化作修长羽翼 猛地朝空中掠去 他哪里是幽伟妖黄的对手 即便是对方的一根尾巴骨 也能轻松要了他的小命 但他还是想不明白 若是幽伟枪为主导 那为何一直在朝自己杀来 下面那一堆修士 是看不现魔 难不成区区一个混元宗师 还能倒反天罡 把幽伟枪给控制了 你找死 莫要拉着本皇 清灵妖黄暴怒地斥了一句 随急头也不回地 便想要逃回千妖窟 以他的速度 就凭这群人根本没有留住他的可能 这也是为何 先前无论受了什么伤 他都仍就是镇定自若的原因 就在这时 无人注意到的角落 在鸡尾大前宗师的保护下 徐婉运怀里的阿清强撑着眼皮 双手颤抖着拨弄着阵盘 数不清的虚影 暴视而出 尽数趴在了清灵鬼面婴的身上 疯狂地啃食着他的神魂 白鬼定神大震 清灵妖黄的视线 出现了沙纳的恍惚 等在清醒过来的时候 眼前之剩下一枚泛着幽光的枪尖 以及持枪之人 那张冷漠的面容 笔直的枪身 从清灵妖黄头顶灌入 将其整个身躯都穿了上去 威名显赫的一尊妖黄 在枪身上显露出了原形 仅剩的一只羽翼 无力垂下 青色淋雨也失去了光滑 沈衣斜斜拎着枪身 紫燕半身 黑灵覆着手臂 弥漫的妖气丝 毫不弱于这头清灵鬼面婴 好似千妖枯心黄的诞生 唐元正扎着撑起身子 跌跌撞撞 躲到了金身法相的背后 小声道 她是不是化妖了 青花垂眸瞥了她一眼 用残破的小腿 将其踹了出去 姑姑 阿清气若油丝的小声喊道 宛如一只重伤的猫咪 带我们回家 徐婉运抱着侄女 眼眶红润 你 你们 她骇然地朝天上看去 要将一尊如此可怖的存在 带回许家 忽然发觉 袖子被阿清轻轻扯动 她收回目光 只见侄女可怜兮兮地抬头 眼巴巴地盯着自己 唇角又一出血丝 就连嗓音都虚弱到犹如纹那一般 姑姑 回家 徐婉运的心忽然颤了一下 好 话音未定 天上的身影缓缓落了下来 沈怡朝着鸡人看来 两女还没反应 鸡个大前宗师 以经略感有些窒息 攀娇琴也不对 戒备好像也不对 一时间呆呆站在原地 让我一下 沈怡穿过人群 朝阿清走去 朝她伸出手 刚刚还气若犹斯的阿清 赶忙朝着身上翻找而去 迅速取出了一捧乌青色的果实 她先前正是在采集这东西时 才被蛟龙的笑声所伤 给 沈大哥 把血吐出来 没事别吓唬她 沈怡接过碎骨 无奈瞥了这丫头一眼 哦 阿清听话的 吐掉口中的血水 她的却受了重伤 但也没有到冰死的状态 下一刻 徐婉运便是一把掐住了她的小脸 气急地咬牙道 我让你装 姑姑也骗 撒气归撒气 但通过沈怡的话语 她也是反应了过来 在那柄斜枪的影响下 沈怡显然还保持了理智 不存在什么被妖魔所控 那这就太恐怖了 对于修士而言 只要能掌控的力量 那就是自己实力的一部分 如今的沈怡 竟然已经到了能斩杀清灵妖皇的程度 第307章 前往许家 沈怡转过身子 她确实要进许家 但没必要靠这种方式进 伸手将碎裹地给几个大钱宗师 收好 虽然没有清点过 但论起份树印该之多不少 沈怡也没想过给自己留几个 这东西的效果 仅等于一枚妖魔宝巾的附带作用 不如拿给大钱 用来向梧桐山换取更靠谱一些的保护 给我们的 侯万海呼吸停滞 难以置信到 整个脑海都有些发猛 碎果这重东西 无论拿到哪里 都是硬通货 对方拼死入千妖窟 甚至还涉及到了一头第38窟的妖皇 结果就这磨轻易地 把碎果拿给自己了 等一会儿 确定没有听见沈怡说出什么条件 侯万海这才小心翼翼地 结果那堆碎果 多谢沈前辈 大恩大德 我等永世难忘 直到掌心多出那真实的触感后 他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这哪里是碎果 这分明是在给大钱续命啊 沈怡闭上了眼眸 手中的长枪在得到他气息的灌入后 便是静止苏醒了过来 一遍又一遍地用妖力清洗他的身躯和脑海 幸亏自己用的也是妖力 倒是来者不拒了 就是侵蚀神魂这点有些麻烦 好在有荣日保炉的存在 可以暂时压制一会儿 该走了 沈怡朝着远处的唐元 清点下河 以示谢意 随即带着两女纵身跃起 直冲云霄 唐元之来的急拱手 便发现 身旁的金身也化作流光 消失在原地 这魔仓促的马 从斩杀一头化神中 七妖黄的震撼中 回过神来 他砸砸嘴 等等 刚才那炳枪 怎么越看越眼熟 与此同时 千妖窟内 八尺高的身影 从空中跌落下 数百丈长的幽娇声 如红雷 恨不得声是旗鼓 玩够了没有 本皇问你玩够了没有 够了 够了 鱼朝安狼背地揉了揉 臃肿的脸部 换出一朵金云 头也不回地 朝远处顿去 你忙你的 我还有点事 看来今日还不到自己成名立万的时候 他奶奶的 这捏出脚真起来 还真够狠的 丢了幽尾枪 还能这么猖狂 直到顿出足够远的距离 虞朝安才回头喊道 先放你这小泥秋一马 给到也等着 幽尾妖黄雀也没有去深追 他身形在空中翻滚一圈 拼尽全力 朝着千妖窟外赶去 他能感觉到 幽尾枪正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这群废物 竟是连出手 阻拦对方都不敢 晴空万里 唯有一片星红掠过 掠显几分突兀 沈一盘西坐于红云之上 手臂上的黑铃泛着幽光 他看似几倍笔直 实则双眸隐隐 已有些涣散 已混缘境界 斩杀第三十八窟的清零鬼面婴 这种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既然发生了 必然有极其严重的代价 首先便是强行将白与妖黄的内单纳入倒阴 虽皆是妖力 但数量上的差距实在太大 导致吞天妖阴被气息冲撞受损 需要好声调戏一段时日才能恢复 然而 相较于使用幽尾枪的后遗症 这点损失简直不值一提 与其说沈一刚才使用了幽尾枪 不如说是那饼枪在 用 它 沈一已经引您感受到了 后果会有多严重 除此之外 金身法相彻底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又是需要大量的香火愿力去修补 青花也只能驾驭着残破金身户在周围 只求能震慑住旁人的窥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婉运同样蹲在红云上 一边照顾阿青 一边朝沈一的手臂看去 你们到底在牵妖窟干了什么 沈一没有回应 拿出一个单独的储物宝具 将幽尾枪给收了起来 这才朝女人看去 我要进许家休养一段时日 文言 许婉运咬唇 随即小声道 进就进呗 她难道还拦得住沈一不成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何族人解释 算了 要骂要罚随便招呼吧 她是懒得再哭号脑力了 沈一向是看出了她的想法 轻声道 我会给你们想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徐婉运错愕抬头 只见青年安静注视着前方 不必再躲躲藏藏的自由 徐婉运震了一瞬 紧跟着用力擦了擦眼眶 嗓音乌咽起来 你们两个都把我当傻子糊弄 我只是少有出门 不是脑子笨 不久前还在说没有这个能力 现在落难了 立马就答应下来 谁信啊 放心好了 都交给我吧 我肯定把你俩都带回许家 徐婉运擦干净泪痕 拍了拍风润的心口 她取出阵盘 放出一只灵雀 带着红云朝着西边掠去 正打算向对方交代一些 关于许家的事情 徐婉运转过头 却见青年直直地 朝后方栽倒而去 她赶忙伸手将其扶住 慌乱道 喂 先前还不觉得 就在沈怡晕过去的瞬间 她疏然便有些慌乱起来 对方虽知是中境混员 并且一路上都是沉默寡言 但只要她悬醒着 自己等人就只需跟在其身后便是 至少到目前未知 还从未出过什么差错 姑姑 你是极尽混员 你怕什么 阿清躺在红云上 好不容易咽下一口血浆 有些无奈地咳嗽两声 沈大哥连斩两头腰黄 就是铁打的也该累了 对对对 徐婉运赶忙点点头 朝着旁边看去 别的不说 这还有一尊精神法相互在左右呢 她谨慎地盯着前方灵雀 不知过了多久 徐婉运一手扛起阿清 正准备去抱沈怡 却发现对方疏然睁开了眼眸 漆黑瞳孔内闪烁的煞意让人不寒而栗 我 我以为你还要睡一会儿 沈怡迅速调整好心绪 疲惫起身 漠视 到了吗 她能感觉到 幽伟妖黄还在追逐不休 嗯 徐婉运抱着阿清朝下方落去 只见那灵雀在灵中散去 随即一道不闻于半空蔓延开来 她朝前方迈出一步 沈怡紧随其后 随即三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沙那间 金身法像画作金珠钻入了沈怡的气海 第308章 大前沈妙柱 碧草芬芳 心之清脆 河风轻轻拂过 村落静命 庞扶一片室外桃源 徐婉运作梦都想离开的地方 此刻却给了她最大的安全感 让其缓缓松了口气 呼 很快 像是感应到了有人进入 村落中很快奔出了数十道身影 高矮胖瘦 男女老幼 皆是穿着极为朴素的衣衫 他们好奇地朝此地看来 随即有人惊喜道 是婉运回来了 许千呢 许千有没有回来 看几位长辈不打烂她的屁股 文言 阿清赶忙往姑姑怀里缩了缩 人群中走出一位面容刚毅之辈 看上去年纪颇长 抬手指住了众人的喧闹 她沉默看向姑子两人 最后目光却落在了那赤着上身的青年脸上 特别留意了一番对方壁上的黑铃 以及身上的鲜红纹路 其余人也是反应了过来 皆是面露警惕 外人 许家从影居此地开始 这还是首次有外人进入 姑姑 带我过去 阿清小声道 你不怕挨揍啊 许婉韵刚刚轻松些许的心 不禁又是悬了起来 她看向前方的兄长 也就是阿清的爹爹 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至少在许家人眼里 她还是那个修为高深 性格温和沉稳的极尽混员宗师 许洪德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仍旧是那般冷漠的模样 即使眼前的一个是亲妹妹 一个是亲生闺女 也改变不了 他俩打破族规 将所有族人 拉入危险境地的事情 在许家 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事情 除非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许婉韵眼看打青青牌无果 只能不情愿地 抱着阿清朝前方走去 走到众多族人面前 那群人才又叫嚷起来 阿清这是怎么了 谁干的 阿清把脑袋挤出人群 没有再装可怜 而是认真的 凑到爹爹探低语起来 许婉韵就安静立在旁边 许洪德嗅着浓郁的血腥气 每一间微不可查地跳了跳 但还是没有显露出 丝毫一样神情 在认真听完以后 他默然朝女儿看去 所以 你觉得 就凭你们两人 有资格替许家做出决定 说吧 他又看向许婉韵 你有这个资格吗 许婉韵翻个白眼 我哪敢啊 谁能绕过您许大族长 您多大威严 闭嘴 许洪德眼中 终于闪过一丝无奈 两个不安适适的姑娘 哪有那个眼力 替许家去投资什么 爹 阿清 想再挤出点血 撕装可怜 唇角确知 一出些唾沫 他赶忙伸手擦了擦 只能加大嗓音道 事事有什么关系 事事 许洪德再次朝沈一看去 淡然道 沈道友竟是给了 犬女如此大的底气 闻言 那安静立的青年 终于走出一步 他目光扫过众人 沈一落难于此 须借贵宝地修养 待到危难解除 必会付给足够的酬劳 空口白话 谁会信你 许家众人脸上的忌惮 没有丝毫减退 许洪德再次抬掌指 驻众人锅躁 已经在尽量给对方留面子 沈道友应该知道 轻儿想要你做什么 但你一介散修 本该逍遥快活 没有必要参与到 莫名的争端中来 同样的 许家也不想参与到 沈道友的争端中去 闻言 许婉韵心里一紧 本以为凶长之事 借机谢谢怒火 毕竟沈一静都进来了 如今听了这话 才发现对方 是真的想要赶人 他敢忙出声道 散修怎么了 哪个势力 不是从散修崛起的 那就等他 崛起了再谈呗 人群中有小声嘟囔者 随即被许婉韵 一眼给瞪了回去 阿清也是正扎住 从姑姑怀里站起身 还想说点什么 却忽然听见了 沈大哥的声音 有礼 沈一不急不缓扶过腰间 一袭青衫 悄然披在了身上 沙那间 他身上便是多出了 几分儒雅气息 略微拱手 大前五妙 轮值妙助沈一 献过许家诸位 平静的话语 落入众人耳畔 这次就连阿清和许婉韵 都是呆滞在了原地 大前身为三方同盟之一 乃是一手遮天的绝顶势力 而在五妙内 又属妙助最为尊贵 皆是能以金身做高台的化神修士 其余族人 也是面露金具之色 在他们的视线中 就连那青年的身形 都伪暗了许多 在许家历代藏书里 大前是永远跃不过去的 这一座高山 众生如其 五妙即便是三方同盟中最弱势的一个 那也是值其人 和其他势力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许家族常想要的东西 我能给 沈一朝著许洪德看去 轻声道 也只有我能给 换作旁人说这话 许洪德只会被气笑 但看见对方身上的青山 他却是再次陷入沉默 能与玄光洞抗衡者 唯有大前五妙和梧桐山 再加上一个牵妖裤 后者先门不问世事 头笑妖魔更是无稽之谈 仔细想来 想要让许家重见天日 似乎也只有五妙内 那十余尊金深法相点头了 我凭什么信念 许洪德的嗓音 稍稍有了波澜 莫等沈一说话 许婉韵便是急躁道 他真有金深法相随身而行 啊 金深哪 他突然发现 那尊金深不限了 沈一没有祭出金深 只是继续看着许洪德 身为五妙的妙著 面对一个许家 他给出的诚意 已经足够了 再去想法 设法证明自己 实在没有必要 果然 见沈一这副神情 许洪德唇角 夺出一缕苦笑 要是当初 能有沈大人这句话 许家又何至于此 他叹口气 挥手驱散众人 这才朝着沈一轻轻点头 沈大人 这边请 无论对方的话 是真是假 至少妹子见过金深 清儿说这青年 展过悬光洞真人 再加上那身衣服 三者结合起来 换取一处休养之地 是莫问题的 阿清鼓着双塞 默默盯着沈大哥 散修沈一 大前沈一 下一次是不是要变成梧桐山沈一了 连自己都骗 真过分 许婉运干渴两生 有些心虚地埋下头 什么武妙的妙主 先前在斩杀清灵妖皇的时候 那几个大前宗师可不像是认识沈一的样子 许洪德让族人收拾出一间干净的木屋 正准备带着沈一过去 阿清赶忙拦住爹爹 眼见四下无人 又换上一副求情的模样 既然爹爹都答应了 让沈大哥留下休养 我们干脆再替他摆个四项扶妖阵好不好 许洪德沉默良久 身位足长 念及许家和大前并无恩怨 再加上自家闺女和妹子的恳求 这才答应了让沈一借助此地暂比危害 对于青年承诺的所谓酬劳 她其实并没有当真 可是收不到酬谢也就算了 怎么一上来还让自己倒贴的 四项扶妖阵的消耗颇大 许家现在的情况 每次出去寻找天才地宝都是凶险万分 底蕴可谓是用一点就少一点 爹爹 阿清抱住老爹的胳膊 轻轻晃了晃 话还未说完 忽然又剧烈 咳嗽起来 好似要将腹脏都吐出来一般 许洪德面色一紧 你先 先去养伤 沈一侧眸看去 哦 阿清脸色苍白地揉了揉味 乖巧地松开了老爹 转身跟着姑姑离开 见状 许洪德心头莫名有些古怪 总感觉闷地慌 他将目光放回沈一的手臂 青色袖袍之下 黑铃幽暗凶煞 沈大人 这是发生了何事 沈一并未遮掩 静止从储物宝具中 取出那柄森寒长枪 他想要占据我的身躯 在看见长枪的瞬间 许洪德眼瞳紧缩 有些迟疑地站在了原地 莫非这就是 幽伟枪 他维持着神情平静 实则心的确是暗自发苦 那俩丫头 不仅带进来一个外人 甚至还带了半尊妖黄进来 再看沈一此刻的状态 显然是在和优伟枪的争斗中处于下风 若是睁眼睁睁看着他肆虐 到时候还不知道在许家会闹出多大的乱子 沈大人真是胆大 新鲜 您暂且在这里住下 许洪德轻轻拱手 摇头道 我要去与几位祖老商议一下 若是决定布下大阵 再来请民过去 他刚刚转身走远 旁边的屋子后面便探出两个一高一矮两个脑袋 在阿清的催促下 许婉韵捏手捏脚地走近 将一本书册塞到沈一手中 这是我俩刚从他书房偷来的 你看收好 别让其他人看见了 沈一接过册子一看 只见其上游 通妖恋宝 四字 顾名思义 硬是一众对负优伪枪的手段 别看许家实力算不上绝顶 设计到各种杂学上识 收藏简直丰富的吓人 多谢 快去疗伤吧 目送两女跑远 沈一缓步走进木屋 陈设简单 仅有床桌各衣 不过倒是真的干净 呼吸间没有半点异味 仅有些许宝木的芬芳 沈一随手关上门 把油尾枪重新收回储物宝具 想要收复此物 自己现在的修位 还是太低了 索性这趟千妖窟之行 收获颇风 储物袋里 躺着三头妖黄 以及两头妖王的尸首 这些可以用于淬炼魔险 提升九妖化魔大法的境界 还有两枚绝品灵根 沈一分别取出雷玉 和那枚庞腐水流凝聚而成的果实 两者不安分地在掌中翻滚 先前今生花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让原本就重伤的他们陷入沉睡 若是等着灵根恢复至圆满状态 恐怕实力不属于化神境修士 再加上漫长岁月中 一直被幽伪枪折磨 一旦脱困 不知道要造下多少杀孽 才能抚平他们心中的怨煞 诞生了一时的天地宝药 无需修炼 就能达到这般层次 注实让人感叹不已 再加上许家的灵根 倒因五脏就齐全了 沈一朝门外看了一眼 来都来了 肯定要尝试一下的 不过 为了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 修为境界必须要再提升一下 别看许家衰弱 他们在多年前就能困杀化神中期修士 更何况遭了悬光洞的毒手 只有吃过亏 才会更加谨慎 躲起来以后 肯定是全力搜集材料 来不振防御 至少在这片世外桃源 应该很少有修士 敢于和他们硬碰硬 自己必须要让这群人觉得 大前比他们的法阵更安全 这个难度可不小 甚至可以说概率几乎未零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沈一打开面板 看向先前一直没空去注意的机道提示 斩杀混元静脚木驮腰 总寿一万八千两百年 胜于兽元四千三百年 吸收完毕 斩杀混元静飞火爆腰 总寿一万七千九百年 胜于兽元三千八百年 吸收完毕 斩杀化神中期清零鬼面婴 总寿八万四千年 胜于兽元三万五千年 吸收完毕 胜于妖魔兽元 六万八千七百年 有了这群妖魔的帮助 沈一心中多了几分底气 他终于有资格去踏足那个 唯有真正的天骄才能触及的境界 沈一缓了缓呼吸 再次全力催动荣日保炉 去抵御优伟枪在体内留下的侵蚀之力 避免推演时受到影响 两枚绝品灵根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被枪身相连 倒是多了些千丝万缕的气息牵扯 庞扶一母同胞的兄弟 两个一起练化 或许根未有益 虽然没有练化过绝品灵根 但先前的岁目 同样是有一时的存在 沈一已经有了些许经验 他先是喊出了青花在门外镇守 随即调动妖魔兽元朝助吞天丹士法中灌入进去 第一年 你同时取出龙鱼稻果和金雷白玉 两种诞生了一时的绝品灵根正陷入沉睡 吞天道鹰将浑身妖力 尽数包裹上去 几乎同一时间 雷玉之上有羽毛浮现 锋利的鹰会成形 果实上面则是甩出了一条鱼尾 显然 在感受到妖力侵蚀的瞬间 他们皆是苏醒了过来 先前在千妖窟的时候 压制他们的主要是优伪腔和金身法相 此刻金身已经接近溃散 只剩沈怡自己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 负着黑鱼的手爪轻轻握了上去 像是嗅到了熟悉的味道 还未成形的雷鹰和龙鱼皆是浑身微颤 下意识地蜷缩起来 对于普通的灵根 要绝在于气息的交互 让彼此熟悉 但对于这种有灵质的存在 除了气息以外 让他们的一时臣服自己 也颇为重要 第三百一十章 啊 谁 第七百三十二年 在优伟腰黄气息的震慑下 两枚绝品灵根还算老实 但就是油盐不尽 无论 你如何感化 他俩仍旧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索性通过这摩漫长的时间 你已经对他俩的气息 无比熟悉 沈怡看着提示 心中忽然一跳 该不是又急了吧 果然不出所料 在他的注视之下 两枚灵根瞬间没入身躯 被盗鹰扯进了气海之中 然后星红妖利凝聚而成的鞭子 毫不犹豫地朝着龙鱼和雷鹰抽了上去 两者仍旧未居于优伟腰黄的气息 常年的折磨 早已在他们心中留下无法驱散的阴影 但两者之是本能的反抗 汹涌雷浆混合着温润之水 在体内肆意冲撞 便是让沈怡差点一口气沫喘上来 他用力掐住脖梗 丰瑞的手爪静直陷入皮肉 血浆顺着指缝躺下 额上轻轻扎起 这才抑制住了喉咙里迸发而出的痛呼 真就完命啊 沈怡在心中怒骂了两句 也只能强行忍受下去 他知道推演中的选择才是正确的 如果继续拉扯下去 带到两枚灵根彻底复苏过来 发现自己并非优伟妖黄 知识徒有其表的混元净修士 那时候可就不只是痛楚那么简单了 妖力长边的抽打 让两枚灵根再次回忆起了曾经所受的折磨 他们发出悲鸣 终于安静了许多 第2400年 你看着不再反抗的灵根 终于开始尝试 这用稻音吞吃他们 星红妖力瞬间将两枚灵根紧紧缠住 雷音像是预感到了他的结局 就在即将没入稻音的沙纳 突然爆发出一声长鸣 汹涌的雷江充斥在稻音之内 竟是想与沈医搏命 沙纳间 沈医也是亲身体验了一次 真正的绝品灵根和碎木之间的差距 看似他的身躯没有任何一样 实际上整个稻音都在雷江迸发的沙纳 发出了一道沉闷的咔嚓声音 细密的裂纹瞬间弥漫开来 稻音旁腐变成了一尊稍微碰一下 就会彻底裂开的碎瓷器 沈医的双眸都焕散了片刻 带到回过神来的瞬间 他没有丝毫犹豫 丰瑞的手爪静止撕裂了自己的皮肉 显露出星红稻音 随即优尾枪落入掌中 沈医手握枪头猛地朝体内捅去 扎在了那枚惊雷白玉之上 丽音发出源于内心惊具的哀嚎 随即被汹涌妖力趁机给扯入了体内 第三千七百年 你终于降服了惊雷白玉 看现同伴的惨状 龙于稻果 乖巧地朝你的倒音中钻去 荡树千年的演变 静树化作这瞬间的动静 沈医仅凭肉眼便能看现灵根的变化 他力竭地靠在床檐 任由血浆遍布全身 就连呼吸都断断叙叙起来 白镜脸庞上终于多出一丝笑意 推演终于又回到了正道上 剩下的便是漫长的水魔功夫 在疲惫感汹涌袭来的影响下 沈医缓缓闭上了眼睛 带到天色暗淡 他骤然惊醒过来 下意识攥住了身旁的优尾枪 然后又感受了一下门外守护的青花 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支剑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孔雀红光愈合 但心口下方不知何时也被黑灵所覆盖 硬是先前自己捅进去一枪所导致的变化 眼前面板上的推演已经停止 第一万两千年 你成功炼化了两枚绝品灵根 修行大道就此畅通 以龙鱼未甚 以白臂未斐 五脏缺衣 灯灵化神可期 这方世界在沈一的眼中愈发清晰 他收起优尾枪 同时探出两只手掌 左掌之上水流清澈 右掌之上雷一将涌动 带到熟悉了身躯的变化 沈一平附住心绪 这是在卫化神以后扑路 此刻路已扑就得差不多了 但自己还踏不上去 他从储物带中取出妖魔尸首 首先是两头激进妖王 沈一略微张口 便将它们化作了魔血 两头妖魔提供了312滴魔血 沈一调动妖魔兽 原朝卓九妖化魔大法中灌入进去 上次为了白露百余滴魔穴 尚未满足 这三百多滴估计也不太够用 他一边推演翠体武学 一边取出了白羽妖黄的尸体 此刻还算安全 虽然有点啃不动妖黄 但可以慢慢来 夜深人静 在村落中一间稍大些的木屋中 许洪德坐在下围 面前是七个发丝银白的老人 他虽是族长 但任何大事都需要和祖老们商量 这群人才是真正经历过当年之事的存在 你瞧瞧这动静 许家三祖僵硬地朝窗外看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迎来了一尊大妖 许洪德苦笑一声 反正事情我已经全部告知鸡尉长辈 如何决策 还请鸡尉祖爷告知 闻言 祖老们对视一眼 几乎一口同声道 不似相符妖大阵与他结个善缘 但不能放他离开 除非他能拿出足够的酬血 让我等更换阵法入口 闻言 许洪德似乎是早有预料 并未显露出异样 以几位祖老的性格 是肯定不会相信一个外人的 要么把沈亿永远留在许家 避免这影居之地暴露 若是对方想走 就只能重新摆放大阵 画一个别的入口 至于什么自由 那就纯属玩笑话罢了 他救过阿清 更换阵法所需的材料 洪德替他出了 就这样吧 许洪德点点头 起身道别 正是遭受过背叛 许家上下在那些故事的耳熏目染下长大 才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 倒是没必要为了一点天才地宝 做些以怨报德的事情 继位祖老没有再多言 许洪德推门而出 刚走出一些距离 便看见了许宛运和阿清 不是 你就一点都不想出去看看 许宛运多跺脚 烦躁地看向天际 虽说此地鸟语花香 但人谁都知道 就连头顶上这片天幕都是假的 宛如一个囚笼 让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 爹 阿清服下了丹药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 并无什么大碍 他用力攥着袖口 许洪德抬手打断了他的话语 整个许家 只有你们两个想出去 此事休要再提 对了 你下次再赶进我书房偷东西 别怪魏复星狠手了 拿出来 许洪德伸出手 阿清撇撇嘴 从储物宝具中取出那本后书叠了过去 看着爹爹走远 他扒着眼皮 做了个鬼脸 随即偷偷从袖子里 又取出一本一模一样的后书 哼 唤醒法阵都看不透 真笨 现在怎么办 许宛运掐了一把他的脸蛋 还能怎么办 你信不信沈大哥 要是信的话 就跟我来 许宛运本来想说不信 但想起先前对方在云端昏倒后 自己本能的慌乱 却也只能点点头 声如闻那道 嗯 快走 阿清扯着姑姑 朝着几个足老所在的屋子跑去 茫茫壮壮地冲进屋子 七位足老沉默看着面前的小丫头 许久后才似笑非笑道 你是过来领伐的 阿清走到一个老玉身后 用力给对方捏着肩膀 阿清又没有做错事 为食膜要受罚 老玉闭上眼睛 偷偷跑出去 私自带外人回来 这叫莫做错事 足老 您看这个 阿清取出一本博册 在他眼前晃了晃 老玉漫不经心地睁开眼 随即浑身僵硬 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当初遗失的许氏阵法小册 你从哪里拿来的 我许家先辈 被玄光洞折辱 又被千妖窟捉去 替其布阵服杀梧桐山记名弟子 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许家 甚至不再自认为人族修士 因为我们从未理会过他们 阿清将小册放到老玉手中 轻声道 这位先辈与阿清斗阵 已经受反噬而陨落了 闻言 老玉手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最终无力地垂下头 许家人的却没有再管过 当初被捉走的族人 尽力困杀了一位化神镜真人 就自许大仇得报 不是不知道那群族人 会有怎样的下场 只是不愿意去想罢了 如今竟是落得同族相残的下场 连那群老东西都斗不过你 老玉将阿清牵到身前 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 你是我许家最有天分的后辈 只要你肯努力 我们总有离开这里 替他们血恨的一天 阿清拨开足老的手掌 等到那时 他们都死完了 所以 你想怎么样 老玉无奈一笑 看住这个小家伙 阿清赶忙扯过来姑姑 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沈怡的厉害 先杀张明阳和白羽妖黄 再杀金金狮黄 最后来一枪贯穿了清零妖黄 每说一件事 他便朝姑姑看去 徐婉运呆滞地点头 啊 对 就是 随着阿清说出一个又一个的尊号 几个祖老的脸色渐渐有了变化 但却无人发声 我知道了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修士 而且 还是大前的妙柱 老玉收起笑容 但淡倒 所以他绝对不会把兵刃对准我们 是吗 文言 阿清下一时想要点头 随即却愣在了原地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 重到了关系着所有族人的性命 我说你还是个孩子 没说错吧 老玉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着阿清失落的模样 又看了看手中的小册 突然道 其实我还有一个提 阿清抬起头 你在书上看到过联姻吗 老玉哭搞的脸上 重新有了笑容 我 我 阿清突然结巴起来 呼吸急促 连指尖都在颤抖 他完全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等并非不同意他所说的事情 老玉缓缓起身 如果你能说服你姑姑 和那位妙柱 此事还有的商量 阿 阿清如遭雷击 也不结巴了 也不脸红了 只是呆滞地抬起头 我 徐婉运同样错愕地 指了指自己的鼻尖